星耀张仪自开幕以来人潮不断 让张仪机场也成为了国人乘搭飞机以外 另外一个购物的好去处 为了让机场搭客大厦的零售业更有竞争力 张仪机团就借助科技来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希望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访客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记者李来临的脚步 到张仪机场搭客大厦走一趟 张仪机场是全球第七大繁忙的国际机场 去年的访客人次高达6560万 而这些访客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为了把握这个商机 张仪机团同本地QR码付款服务供应商合作 设立相互联通的电子付款系统 以划一的QR码付费平台 让国内外的消费者都能以不同的 电子钱包轻松快捷付费 亚洲QR平台真的越来越普遍 所以说我们的计划是在跟刚也合作 把不同亚洲的那种QR平台 带来新加坡 带新加坡通用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平台再出国 跟其他其他的国家 能通用我们新加坡的HQR 跟我们的配脑还是可以出国 跨国可以去用 目前这个划一QR码付费系统 已经在张仪机场的四个达克大厦 和新药张仪陆续推出 想买葡萄酒却烦恼应该挑哪一瓶 这里有机器人Pepper为你服务 只要完成一份简单的问卷 机器人就会根据你的喜好 为你推荐合适的葡萄酒 游客对于机器人服务员 所带来的购物体验表示欢迎 可爱逗趣的Pepper一出道 马上吸引游客围观 同他互动 不过这架机器人 肩负的任务有所不同 Pepper5月底在第四达克大厦 过境听推出 让公众可以和他互动 了解这里有什么饮食和购物推荐 由于第四达克大厦面积大 商店多 因此张仪集团希望借助机器人 向访客介绍这里 并将访客输往原流量较低的区域 机器人服务员属于试验阶段 目前只在第二和第四达克大厦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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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